在以往好莱坞大片是很多人观影首选 不过今年这一观影习惯 发生了变化 好莱坞大片不怎么受追捧了 随着国产片的崛起好莱坞大片 国内要想买十亿票房都越来越难了 今年就铺接了很多美国大片 黑豹还太平洋二等片票房都未达预期 巨师强森在罗南号召力首屈一指 如今他的大片也卖不动了 摩天营救票房预冷投资人都无语的 又一部好莱坞拼盔了个底朝天 巨师强森是好莱坞举行 他在全球范围内有很强的号召力 但是这些年他年年高产 一年上映好几部影片 观众对他早就审美疲劳了 以往就算北美和其他国家地区票房扑街 罗海有内地大票仓这颗救命稻草 但如今他国内票房也玩不转了 摩天营救暑期遇上国产 大天他票房就被打回原形了 目前实时701万截止 21.40 上映16天累计6.34亿元 国内最终破期已应该没戏了 摩天营救北美票房惨败 62220万美元 截止上周全球累计仅 2亿5913万0165美元 该片投资1.25亿美元票房 要3.75亿美元才能收回成本 国内票房不足7亿 又扑街了 没有了票房贡献 点还有那么大票房窟窿哪里堵 投资人都无语了票房巨星 沦为了票房毒药 用一部好莱坞大片亏得血本无归 摩天营救投资上亿美元 是一部好莱坞超级大片 如今票房扑街亏本巨石强森尴尬了 当然一部电影的成功票房只是其中一部分 这部片捧红了昆灵是个不错的意外收获 她在片中太惊艳了灵力身手征服的观众 据说天王嫂已经做好了进军好莱坞的准备 其实这部片票房失利 主要还是选择破了档期 书七档是国产片的天下 片方和巨石强森这次高估自己了 换其他当期票房慢慢磨十亿应该没问题 摩天营救国内惨败票房不毒七亿 全球票房又牙果投资人哭晕在厕所了 为什么国内观众 现在对好莱坞大片不敢冒了 国产片真的能看很好莱坞大片了吗 大家怎么看 感谢观看